國內離岸風電在草案修正過後 新的遊戲規則出爐了 這其中誰更有資格 符合領選的資格 尤其是本土的風電廠商 這次誰有機會乘風而行 明正我們請您上台來 這個其實有點複雜 但是所謂的草案 到底它裡頭有哪些內容 為什麼要做修正 對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草案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不是做離岸風電很久了 為什麼會有草案 事實上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政府的一個規劃 是在2026到2035年 在這個十年的時間當中 它會分兩階段 要釋出15GW的這樣的一個容量 那現在是第一階段 那第一階段當中 其實已經先釋出3GW了 那當然會針對前一次的 這個領選的結果 那可能有一些廠商覺得好像不是很好執行的部分 會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所謂的一個三之二 是在第一階段當中 會分別釋出3GW 3GW跟3GW 就是一共三次 那現在是第二次 它的三之二的意思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然第一次的這個結果已經出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第二次的 這一次的領選的標準 它的做一些修正 那並往的年度 會是在2028年跟2029年 那第三次會是在2030年到2031年 也是3GW的一個總容量 所以它每一次都是3GW的一個容量 那申請的容量不是說 你可以無上限的去做申請 而是它會有這個上限的一個限制 那如果你是第一順位的話 你的上限就是900MW 那第二順位則是上限700MW 那其餘就是500MW 所以你條件最優渥的 有可能取得第一順位 能夠取得比較高 而且你還可以彈性額外增加100MW 所以最多的狀況之下 你可以到1GW的這樣的容量 不過這個部分其實如果說你是額外增加的話 它是不包含在這個3GW裡面的 所以這個是這一次的這個離岸風電3-2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這個可以申請的數量 好 但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就是對於廠商來講 當然它會有一些領選的標準 好 所以你要符合這個資格 當然第一個你的技術能力佔60% 財務能力佔40% 所謂的技術能力就是你的團隊組成 然後跟你的那個執行能力 佔了大概25%左右 然後你的封廠的設計跟這個落實 大概也佔了25% 對於這個後續的一個發展 大概佔10%左右 那財務能力當然就很簡單 就是你的這個資金的狀況 然後你的股東的一個組成佔40% 也就是說這兩個指標基本上 你要拿到70分以上 這個才是你廠商的第一個 可以符合的一個資格 所以這一次它是採取加分項 就是產業關聯分數達到70分以上 什麼意思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經濟部所提供的 就是我的一個評分表 當然這是給那個廠商自己去填的 然後他們再去做這個查核 是不是有符合這樣的標準 比如說像水下激裝 那當然它有一些這個項目 那它有那個分配的一個評分 比如說你的這個最終大賭跟半成品 再立組裝的焊接方案 假設有60%都是本賭化的話 那因為它配分是11分 你就可以拿到6.6分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子 所以不用100%不用完全 它等於說把這個門檻稍微降低一點點 只要某些比重達到的話 沒有錯 就可以得到這個分數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裡加起來要70分 要達到這樣子的一個分數之後 你才會有 加上上面我們所談到這個 你才會有這個領選的一個資格 所以這次3G2最主要修正的目的 就是因為上一次國產化的門檻太高 就是根據上一次的結果 然後來做一些動態調整 所以當然這個是希望說能夠讓 這些所謂的風力發電 這樣子的一個這種所謂的一個標案 能夠盡快的去落實跟完成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兩個其實就是 基本上就是它會先有一個這種所謂的 這個水下的這個基礎的一個設施 然後上面會有一個 所謂上部的一個結構 把它焊接在一起 那上面其實放的就是那個風力發電的葉片 所以我們沒事 我不知道怎麼畫 大概這樣畫 開車經過看到那個葉片 只是看到這上半面 對 不過那個是路上的 基本上這個都是要在海上的 所以就是把它打到那個海床上面 然後讓它能夠在海上能夠去做一個發電的動作 所以最主要的受惠的族群 其實應該會是以這一塊的這個公司為主 對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我們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那到底國內有哪一些公司 是符合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那首先當然大家比較熟悉的是世紀鋼 那我們剛剛所談到的那個 他做的是哪個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看的那個圖 他做的就是我們看剛剛上面那個圖 他做的就是這個部分 對 所以整體來講 當然他的股價為什麼能夠來到最高 其實某種程度上面而言 當然就是受惠的程度相對來講是比較大的 所以他目前套筒的基裝月產能大概是能夠到四座 然後今年包括了就是台電復威的124隻的基裝 跟31座的套筒式的基裝 Jacky就是我們剛剛所談到這個 是今年的主要成長的一個業績 所以從股價的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他的走勢上面其實是很強的 我們可以再把股價時間再稍微拉長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這一波的一個股價 你看沿路走上來 其實他的股價是一直在創下這個前波的一個 突破前波的一個高點 所以這個當然其實是一個非常標準的 多方的一個結構 因此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即便你看這一次的一個行情震盪出現回測 他的股價其實也大概就是回到前波的高點 就是頸線的一個位置 他就能夠呈現收腳的一個走勢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一波的股價連續三根紅可以往上之後 震盪回測 但是整體來講 大概也是回到這一波表態 大概二分之一左右的位置 股價就往上去做墊高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強勢的一個多方的一個結構 如果這個修正早上出來之後 到時候要進展到什麼樣子的階段 試機剛開始會有比較大幅度的噴出來 基本上這個其實就是根據你的完工的狀況去做任列 所以你如果當然隨著接下來你的那個 陸陸續續任列你的營收的話 其實我覺得營收開出來的時候 只要營收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成長 因為那個訂單是一直不斷的進來的 對 所以當你的營收開始出現比較明顯的跳增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延續的力道 其實就變得比較強 營收 等營收開出來 好 這是世紀剛 接下來森微能源 森微能源 其實它就是我們剛剛講 就是台電跟富威 那富威的母公司就是森微能源 所以這一次的應該這樣講就是說 當然台電之前就有這個所謂的封廠的一個標案 那它之前是得到台電第二期封廠計畫 財務採購安裝案的538億的一個訂單 那就時間點來看的話 因為基本上也是從第三季第四季開始去做一個任列 所以第四季會是一個入帳的一個高峰 所以如果說從反預估的一個營收來看的話 認為它今年其實應該會有105億元上下的一個營收 但它前八個月事實上只有49億 對 所以這個告訴你什麼 就是說未來的四個月的時間 它的營收會呈現比較明顯的跳增 因為畢竟任列的狀況 我覺得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可以預估的 好 所以你從這個角度來看 為什麼最近這幾天其實股價的一個走勢 有點突破這種所謂平台整理區這樣子的一個表現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即將要進入這個任列營收高峰的時間 所以如果說我們下方如果擺的是投信的話 請這個導播幫我放投信 你會發現就是說最近其實投信開始有去做 這種所謂的一個進場佈局這樣的一個動作 這個形態教我們之前創播段高點拉了個上影線 昨天創播段高點拉了個上影線 今天有不一樣的光景 這個紅黑超過了前兩波的高點 這意味著 沒有錯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如果以昨天來講的話 它是來到前高之後就有長上影線對不對 那當然它某種程度上面 它反映的就是我消化前波的這樣子一個套勞賣壓 或者說股價來到這個位置之後 大家覺得說接近前過的高點 去做這種所謂持股短線上面調節 但是今天能夠再過高 代表就是說你昨天賣掉的某種程度上面 它是被換手成功 再往上去做發動攻勢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因為大概從進入九月份之後 營收的那個表現會陸陸續續開始去做一些 挹注的狀況之下 我是認為說這個在營收公佈之前 其實股價其實都還有表態的機會 它短線的壓力會出現在哪裡 對 你這個地方突破之後 基本上你的上方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 所以大概會 如果說以這個區間來講的話 大概會來到第一波 就是前波整理平台的相對上沿的位置 大概就是120塊 當然120塊如果能夠進一步突破 就往這個前波高點來做挑戰的機會 所以今天說110塊 下一個壓力區可能120塊錢 有10塊錢的空間 然後下一個就是前高130塊錢 好 這是森微能源華城 對 那華城的部分呢 它是出貨風機塔架內的變壓器 跟這個配電盤 那當然我們剛剛看到有一分 但整體來講 它不只是所謂的一個風力發電能夠吃到 包括台電的這些強烈電網的計畫 其實它也能夠吃到一些商機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呢 包括台電跟海能的兩座離岸風場 它也幫這兩座離岸風場建置變電站 跟入域電力的系統的同胞 就是你的電從海上來到路上的時候 當然它還是要有一個接收的 那個路上的電力的系統 它最主要就是做這兩塊 所以你可以看就股價的角度來看 當然最近期股價其實也有同步轉強向上那樣的一個味道 今天股價是有突破月均線的一個位置 那因為現在月均線的一個扣底 其實大概落在前波高點附近 所以月均線還是往下的 對 目前的月均線是往下的 但是你可以預期就是說你看 這個大概在走一個禮拜 也就是說在10月份的第二週開始 它就會往下去做扣低 那往下做扣低 你只要能夠維持在月均線以上 是不是月均線就會可能開始翻揚 所以我是認為說股價的部分 其實這一波第一個回測 之前回測季線它的股價 其實也算是比大盤來的強勢 目前很快的回到月均線之上之後 基本上未來這一週的時間當中 只要它能夠維持在月均線以上 那到了第二週開始 它就能夠帶著這個所謂月均線去出現翻揚 接下來中芯電 對 那中芯電當然之前股價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到底有做什麼東西 那包括了離岸風電的上岸的一個深壓站 那跟多家的一個廠商有去做一些合作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它也有甲醇重組至輕的一個技術 所以它也有這個所謂輕能發電的一個商機 那當然它也是國內這個重電設備 非常重要的一家廠商 好 因此當然前面我們可以看到 股價的一個部分是因為公司的一些 非經營 算經營的問題嘛 也不算 應該這樣就是一些這個 閉案 股價其實有出現一波的一個回測 那這一波其實有點跌破原本的一個整理平台 因此接下來如果要往上攻擊的話 當然這個地方其實套牢賣壓 可能就要花一段時間來做一個消化 但比較好的地方是在於說 無論如何它是有回到百元關卡之上 所以從這角度來做觀察的話 因為基本上百元是一個應該說重要的一個整數關卡 如果能夠站穩的話 我覺得就是花一點時間把這個地方消化掉 那至於說要花多長的時間 很重要的是量能有沒有去出現增穩 因為你如果要消化這麼大的一個套牢賣壓 你勢必要出量去做一個換手才會去做攻擊 所以大家在短線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在操作過程當中 如果有出量的話 那股價的高點可能可以稍微去做期待 但是如果往上攻擊的過程當中 量能其實是沒有顯著放大的 那整理的時間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了解好 所以這檔中芯電看量 最後一檔滑芯 對 那滑芯的部分 最主要是提供風機用的線纜 因為風機它會一直做旋轉 所以那個線纜的那個強韌的程度 要比一般的要來的強 所以這個不是說 我只要能夠做線纜就可以做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因為你還是要透過海底的電纜 把這個線 把電輸送回來 所以它目前在高雄 有投資一個海底電纜廠 那預計在2025年會呈現完工 那因為之前股價 因為這個線增的關係 所以股價其實有出現一波 比較明顯的一個回檔 但最近其實你可以看到 股價大概也從8月中旬之後 它的股價其實就已經呈現了 一個落底的一個情形 所以後續的一個行情 當然現在感覺上方的季線 會是第一道的一個反壓 那大家就稍微觀察 因為現在的季線的扣底 在這個位階 慢慢的其實也會往下扣 那基本上你要突破均線 大概就兩種方式 一個就是你帶大量去做突破 代表說我有很強力道 要嘛我就等你靠近我嘛 就是你再靠近一點 我不用花這麼大的力氣 其實我可以去做一個突破 那因為上方的反壓 其實大概離現在的價格 其實都比較遠 所以大家可以關注就是說 後續如果說有回到季線以上的話 因為上方其實沒有太大的 套勞麥亞 因為套勞麥亞其實是在 當時大概四十幾塊錢 一個價格 對 所以這個往上攻擊 其實反而不會遇到太大的一個 套勞麥亞 大家也可以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去尋找短線切入的機會 了解 謝謝明哲請先回座了 題材有一點點複雜 但是最近都開始蠢蠢欲動了 越到了年底在政策上 是不是會更加的增溫 哪一些個股現在有機會趁風而行 發展的內容以及操作策略 不用給您做建議了 今天的壓軸好戲 我們要交給夢到了 記得昨天嗎 國發會公布了最新的景氣燈號 結果連十顆的藍燈 但是國發會提醒大家 最壞的狀況已經過去了 今天台積院公布的是 製造業的景氣燈號 到底有沒有一點點跡象了呢 休息一下 今天壓軸好戲 我們交給夢到